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亲爱的大家带来的游戏呢,依然是明日方舟 明日方舟这个游戏呢,其实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录的 第一期介绍了一下游戏的一个被人故事 第二期介绍了一下游戏的一个职业分工 第三期呢,就稍微介绍一下游戏的一个整体模式 游戏模式呢,其实采用了一个传统卡牌类游戏 和正常的塔皇类游戏不太一样 它主要就是有点类似于之前我录过的什么避兰航线 差不太多,只是避兰航线到最后是自己手动手控 然后它是一种这个叫做卡房类的一个游戏模式 所有的卡呢,需要自己抽 然后活动呢,需要自己做 然后任务呢,也是需要去自己完成 每个卡有一个自己的作用 然后每个卡的一个技能啊 是它自身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么一个定位 所以说大家在玩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自身的一个搭配 很多情况下呢,其实 卡的一个作用啊,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来 很多人都不知道卡该怎么用 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大家过不去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家去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卡的一个顺序 以及卡的一个站位和星移 或者是调整一下自身的一个定位啊 因为有的人是比较习惯去用这种类似于远程输出的职业 但是必须得携带一些近战的防御 因为这样的话呢,会比较给力啊 然后有的人呢,会不携带这种治疗效果 但是这样的话是明显不行的 其实每张卡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作用啊 不是说所有的卡都没有用 也不是说所有的卡都肯定会最好 你即使是全部满形的卡无张相同的位置 在刷本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类型的活动的时候呢 是不一定都特别好用的 就是各自其职才能保证自己实力的一个完整发挥 明日方舟这个游戏呢 将游戏从一个 将现在的游戏大体环境嘛 从一种刻紧追紧 然后以及大方面去发展这种礼包的这么一个现象 追回到了一个比较抑制或者是 比较有策略性的这么一个游戏方向 但是我个人觉得刻紧的现象依然存在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游戏运营上也要浅 对吧 这个也不能说光给干活不给吃饭啊 这确实是有些过分了 现在呢 其实我携带的这个角色非常的多 然后我也没有进行一个大体的搭配 原因是因为我有很多角色的一个职责都不太一样 因为我都是前期送的一种卡 然后直接抽了一发失联 一发失联能给我带来的东西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 我自己感觉这一次的失联 确实是没有给我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现在呢 是来到了一个比赛的前期啊 这个游戏的唯一的问题啊 其实我个人觉得 就是因为前期没有一个很大的自我性 他前期的这个引导过程实在是过于多了 这么多的引导过程给大家带的是一种比较麻烦的感觉 可能说大家在玩到一定程度上会感觉这个游戏呢 比较无聊 但是游戏就是这样啊 游戏会记录一个比较频繁的期间 就是感觉特别无聊啊 突然间弃游 其实我玩网游或者是端游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只是后来啊 就会好很多了 这个呢 就是大家自己的一个选择问题 有的人觉得游戏呢 比较好玩 有的人呢 就觉得这个游戏玩到现在啊 基本上就要到头了 现在呢 也是进行到一个游戏的末尾了 你可以看我现在这个阵容搭配 虽然说不是特别合理啊 因为我的治疗人员呢 没有离我的前排人员太近 但是也是完全足够的 由于前期怪的伤害啊 非常的低 所以说一个比较大的激战人员呢 就完全可以扛住了 上方呢 也是配备两个狙击手去面对一个空中单位 这里说一下 这关主要是指导一下大家空中单位的一个应对技巧 空中单位呢 只能使用狙击角色来将它击落 所以说大家在玩此关的时候呢 要稍微小心一点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也带来的游戏呢 依然是明文是方舟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尔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尔的下游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